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板式拉篮专业安装教程 安装该产品所需的工具有 卷尺 螺丝刀 铅笔 钢纸尺 手电钻 下面介绍米雄企业350柜不锈钢板式拉篮的安装 首先区分拉篮底层的前后 拉篮底层底板有两个螺丝洞的为前面 反之为后面 四条支架也有前后支架 前支架比后支架多了三个孔 这三个孔的功能分别是 外装孔 左右调节孔 上下调节孔 后支架底部是有孔的 区分好后 对准相应的位置逐一上螺丝固定 接着是拉篮功能键的安装 对准相应位置小心安装上就行了 其实拉篮的中层和上层是可以不分前后的 但两层要保持一致 之后进行入柜的安装 我们以米熊企业标配的350柜为例 然后根据定位图纸来确定导轨的安装位置 注意 要将图纸诱对齐柜板 然后用铅笔定出螺丝的安装位置 把导轨对应刚才的定位放进去 然后逐一上螺丝固定 上完螺丝 将导轨拉出来 把拉篮对应放上去 装好螺丝 接着是门板的安装 根据门板定位图纸 用铅笔画出门板螺丝的安装位置 注意 门板定位图纸要左对齐门板 对应之前的定位 给门板装上螺丝固定 这次大功告成 好好享受您的劳动成果 体验更高品质的幸福生活吧 二十年坚守 二十年沉淀 开合间随心随欲 随隐随形 米熊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不简单 一个开合间的幸福 我们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 接下来交给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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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